书根决定要找蝙蝠法师复仇 但在报仇之前 他要替世界完成一个心愿 那就是帮他拿回 可以号令天下法师的五雷天师令 天师令在丰都城 丰都城此刻已经聚集了 许多七门界的法术高手 想要拿到天师令 必须要过三关 这三关一关比一关凶险 第一关 在移住箱的时间里 无论用什么办法 要在滚烫的油锅里取出一把钥匙 众法师围在油锅前 一个法师用符咒 变出一条鱼扔进锅里 想让鱼把钥匙给咬上来 可结果 这时树根跳了上来 直接用奇门教他的分身之术 伸出第三只胳膊 拿出了钥匙 突然 一个劈头散发的树士 偷袭树根 被树根轻松挡下 第二关 就是那三座纸桥 顾名思义 这三座纸桥都是纸做的 稍有不慎跌落下去 会粉身碎骨 他们两人一组 仿佛有人刻意安排 树根身边又是那个 劈头散发的家伙 闯关时不但遭到此人的偷袭 为此还差点丧命 好在 树根靠着矫健的伸手 成功闯过了此关